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Micha要帶大家逛的漁箱 在哪裡 是的 這一集呢 我們就要帶大家來到 雲林縣的漁產養殖重鎮 烤湖箱 帶大家大腳逛漁箱 一塊吃海餅 吹海鴻喔 欸 就好多了啦 這就是龍鬚餐欸 對啊 來到了 欸 真的 哇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各個都很肥美啊 這個是要烤魚子用的 烤魚子 對 兩隻腳一雙眼 探索海洋新感動 發現娛樂新世界 烤湖箱顧名思義就是一個 很多湖的地方 這些湖都是養殖魚類的魚溫 餐桌上看到的魚類喔 這裡應有盡有 而且產量是全台灣數一數二的喔 說這裡是台灣漁業的養殖重鎮啊 可一點都不為過 這次蜜獎來到雲林口湖鄉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就是啊 要去找尋一個 名叫海底人參王的人喔 而且呢 聽說他得過很多次海底人參比賽的獎項 他推出的海底人參呢 一上市總會搶購一空 到底什麼是海底人參啊 而且我們究竟 要上哪邊去找海底人參王呢 前面好像有一個阿姨耶 我們過去看看好了 走 阿姨 阿姨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好 給你請教一下 好好 你感覺一個叫海底人參王的人嗎 不知道耶 不知道 沒聽過海底人參王喔 沒有沒有 那你知不知道 什麼是海底人參啊 我不知道耶 我們這裡是龍蜥菜而已 可是龍蜥菜不是那個嗎 佛索瓜上面的那個 不一樣不一樣 金跟葉 不是喔 不是不是不是 一種的是我們喔 山頂的香草青 阿我們這是海底的龍蜥菜 我要下去採 妳要不要下去採 我下去採 嗯 幫我採龍蜥菜喔 如果喔 比較好的時候 我請你 我的龍蜥菜大餐啦 真的嗎 真的 蜜獎 你不是要來找海底人參嗎 怎麼採起龍蜥菜了 原來這裡是雲林的龍蜥菜養殖區 民眾只要事先預約 就可以來這裡體驗採龍蜥菜的樂趣喔 阿姨 那這龍蜥菜要怎麼辦啊 我記得這裡喔 這隻魚我們來這裡 我們從這裡把它勾起來就有了 這樣撈起來就有了 撈起來 欸 就好多了啊 這就是龍蜥菜耶 對啊 阿姨 你這龍蜥菜不就是海菜嗎 也是 可以叫海菜 叫龍蜥菜 海菜不就是養在那個海邊的一些岩石上嗎 我們海邊比較少 現在都養在魚 我們都養殖的啦 現在都是養殖的 喔 可是喔我在其他的地方好像看到這種 養這種龍蜥菜很少耶 是只有你們口湖這邊嗎 我們這個口湖是生產區啊 我們生產區就都是養殖的 因為我們這裡的水質喔 比較符合養這個龍蜥菜啦 85年到90年那時候喔 我們這個雲林館喔 養殖龍蜥菜有280公斤 因為這時候喔 高坑已經熟了 這時候漸漸像沒幾百公斤而已 你們家的龍蜥菜 都是第一種酒孔的嗎 對對對 再來發現說 這個龍蜥菜 對我們人在吃的體質不錯喔 每次都改造我們的加工事情 我們人可以吃喔 對 雲林縣口湖鄉 是台灣最大的龍蜥菜養殖地區喔 養殖面積約280公頃 還取了一個獨特的名字 巧味芽 因為含有豐富的礦物質 鐵 鈣 點等營養成分 非常適合研發人類使用的養生食品喔 哇 阿姨 這些都是我們採回來的龍蜥菜耶 對 對 那我們接下來是要做什麼啊 要來挑鹹 哇 阿姨 沒有 那這要怎麼挑啊 這 大菊花 大菊花 對 那這呢 是中植的 這看起來就一樣啊 是同樣的種類 只是這是大菊 這是中菊是不是 是是是 那你們只有分這兩種嗎 還有這一種 這種是給九孔吃的 喔 這個就是你剛剛跟我說要給九孔吃的啊 對 那這三個 這個給九孔吃 那這兩個呢 是我們 來做加工食品的 所以也就是我們人可以吃的是不是 對 對 咪醬啊 想要得到就要付出 這句話可是千古不變的名言喔 你要品嘗巧薇芽的美味 就要加把勁努力工作囉 來 我們來汆燙龍蜥菜喔 阿姨 所以還要再燙過是不是 要 為什麼要燙過啊 不是洗了就可以直接料理了嗎 因為喔 這個剪線喔 要把它逼出來 那如果沒有汆燙呢 吃起來濕濕 濕濕 就是吃起來會澀澀的是不是 對 口感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經過汆燙 如果汆燙起來 這個顏色不一樣你看看 有沒有 對 剛剛是有點就是青綠色 現在變成 翠綠色的 欸 那我們這個等一下汆燙完之後 應該可以吃了吧 還不可以吃啊 還不行 還要按摩咧 按摩 龍蜥菜還要按摩啊 對 穿燙過的龍蜥菜 還要利用特製的離心機 去掉雜質 並經過仔細的篩檢後 才能做成食材喔 哇 你們看 桌上這些滿滿的 都是龍蜥菜大餐耶 這些都是用龍蜥菜做成的料理 對不對 對 哇 看起來好豐富 好多樣喔 我先吃前面這個 這個包起來像元寶的是水餃對不對 對 對 你們可以嘗嘗看 這個水餃跟一般的水餃不一樣 然後弄西菜做成的 像我們一般啊 在那邊吃到的水餃都是那種 豬肉水餃啊 高麗菜 那種吃起來會比較油一點 可是這個 一點都不油膩耶 而且吃起來還滿清爽的 對 阿姨那前面這一道是涼拌的對不對 對 上面只是加了一點點的蒜頭 蒜頭跟辣椒 這個肉量拌方法很簡單 哇 它嫩中帶脆 很脆喔 對 好吃 而且它吃起來非常的爽口 對 哇 真的吃起來非常的過癮 它的嚼勁很夠 而且我知道啊 其實辣椒菜它算是非常屬於高鮮的食物對不對 對 那前面這個是 裡面你看 滿滿的全部都是辣椒菜耶 這個煮法很簡單啦 所以才料理啦 煮好的時候 這個辣椒菜喔 嗯 把它丟下去 下去 哇 所以其實啊 我們剛剛吃到啊 像是水餃跟兩拌的 動手做很容易對不對 對 這個起來呢 好爽口 然後你們還做了像是抓餅啊 春捲啊 還有丸子 還有丸子 這都是你們自己想出來的嗎 對對 都我們自己開花的 嗯 我覺得這種感覺真的很棒耶 其實像一些民眾啊 我們可以就是有空的時候 來到雲林下湖口這個地方 乘著焦法呢 然後體驗 把那個龍虛泰的樂趣 甚至啊 我們累了呢 還可以品嘗到 來自雲林的好滋味 對 龍虛菜 對 下次大家一定要來喔 歡迎歡迎 來到了 欸 真的 哇好棒喔 你看看這個都很肥美啊 跟林阿姨說再見後 建議不拔的咪醬 又準備踏上尋找海底人生的旅程囉 究竟咪醬又會有什麼樣的奇遇呢 剛剛龍虛菜的阿姨啊 她說她不知道海底人生王是誰 可是呢 我在這附近找看看好了 欸 前面有一群小朋友耶 去看看好了 哈囉 小朋友 嗨 嗨 小朋友你們要去哪裡啊 我們要去哪裡 馬迪格 馬迪格 欸 馬迪格 其實這附近啊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來採訪過那個 曾大哥 我剛剛很熟耶 我帶你們去好不好 嗨 好 謝謝 嗨 嗨 曾大哥 嗨 好久不見耶 是啊 歡迎你 曾大哥 是 這些小朋友啊 是 我剛剛在半路遇到他們 他們啊 說是要來這邊體驗那個 踩馬迪格 喔真的 歡迎你 想認識馬迪格啦 對啊 那他們待會可以一起下去體驗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好啊那我們就 想不想要 挖馬迪格 撿馬迪格 想不想 挖 好啊那現在就帶我們去體驗吧 這邊走 走 認識馬迪格一定要下水摸摸看 才能了解他的生態 小朋友啊 快捲起褲館 和米獎一起摸摸吧 哇 哇 有沒有踩到 用起來慢慢踩啊 下來慢慢踩 喔 踩到了 欸 踩到了啊 妳也可以下來 真的 哇 哇 弟弟也有耶 你們這邊馬迪格 跟我們一般外面看到那個蛤馬啊 外形大很多耶 對啊 那也不一樣啊 表面也不一樣啊 一般的文革的好不好 它的皮膚啊 外面呢 它是光滑的 嗯 那這個是有溫度的 它是鹹的一種 鹹啊 喔 原來它是鹹類是不是 對對對 台灣有兩種鹹 一種是淡水的那個是河鹹 嗯 一種是海水鹹 生長在紅樹棉底下 嗯 這個叫紅樹鹹 這個紅樹鹹大概會養多久才能夠 像這個養這個 像這個這麼大的話 從受精卵到這麼大大概要四年左右 四年喔 對啊 那它最大可以長到多大 就那一個八種大 對 要長到大概多大的時候 大概要七八年 七八年然後這個是小時候 所以它可以長很大囉 對對對 哇 說到這個馬蹄蛤啊 可是鹹界的大哥大喔 它的學名叫紅樹鹹 生長在紅樹林 是濱臨絕種的保育貝類 體型比一般鹹類要大上六倍 肉質豐厚鮮美 營養成分比蚊蛤 牡蠣和鹹更高 曾大哥可是花了很久的時間 才培育完成的喔 你看紅天啊 這群小片玩得好開心喔 這群小片玩得好開心喔 是啊是啊 你看你曉得這個馬蹄蛤啊 在泥土裡面啊 它的站的姿勢是什麼樣子 馬蹄蛤啊 對啊 馬蹄蛤啊 對啊 這群小片在那邊坐著嗎 它是一種底漆型動物啊 這邊是它的腳啊 像這邊啊 它到了晚上的時候啊 它的腳就會伸出來 或者是鏡子的時候 它就會伸出來 然後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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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站起來 再慢慢慢慢的這樣蠕動下去 晚上睡覺的時候 還會自己這樣站起來喔 會啊會啊 它這邊有兩個氣管 這樣每天啊 一進一出啊 氣管 可以過濾10公升的水 只要這個地方有紅樹 有馬蹄蛤的風在 這表示這個水液啊 就很乾淨啊 所以馬蹄蛤可以算是 整個那個水汁的那個 青稻圖對不對 是 小朋友 你們撿到幾顆啊 都丟進去 我們都丟進去 我們都丟進去了 都丟到這裡 哇這都是你們撿的喔 好多喔 好多喔 那妳平常有沒有吃過蛤蟆 有 那妳覺得這邊的蛤蟆 跟妳今天撿到的 有什麼不一樣 很大 這邊的比較大對不對 妳現在撿到幾顆 有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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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害羞喔 剛剛小朋友進行了 蹦拉阿的比賽 現在就來培養一下藝術氣息囉 用使用過的馬蹄蛤外殼 精心設計各種 精巧可愛的動物造型 和彩繪藝術品 提供民眾來這裡 體驗手工DIY的樂趣 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 都愛不釋手喔 對 這是青蛙耶 哇妳好棒喔 這都是妳自己做的嗎 對 對 搖搖蟲 然後老師說 對是老師幫忙協助的 哇 所以其實正在跟妳們這邊啊 就是也可以讓小朋友來體驗 對 手工一品的DIY對不對 是是是 也可以讓小朋友了解一下 將廢氣的東西 能夠做成一些比較有環保 變成一個 將垃圾變黃金 讓他們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觀念 對啊 就是可以環保之外呢 還有就是教育 對對對 一教一樂 開心完了之後 當然要填飽飢餓的武藏廟啦 用新鮮馬蹄蛤烹飪的 馬蹄蛤風味餐 可是這裡最夯最熱門的 美味餐點喔 哇 陳大哥 是是是 這些都是用馬蹄蛤的食材 來做的料理對不對 是是是 那這一道 你是要 該不會要求生吃吧 沒有啦 要稍微處理一下 這個是用來 沿烤的 用沿烤 對對對 所以它就是用這種燜烤的方式 對不對 對對對 這是用焗烤的方式 對 就是用生鮮馬蹄蛤 然後加一些起司下去 然後下去烤箱烤 你看它裡面那個肉 好肥喔 小心燙嘴 因為啊 它那個起司很濃 起司搭配葛肉的鮮味呢 兩個真的是 超絕配 超正點 超好吃的 哇 那前面這一道是 算是雞湯對不對 對對對 而且這個是不是 算是比較屬於 中藥養生的 是是是 看哪裡吃我都流口水 哇 你知道嗎 嗯 太正點了 太好吃了 裡面的肉的營養 跟一般的營養 營養成分也不一樣 哇 太棒了 欸 鄭大哥 是是是 開了開了 是是是是 那我們來 哇 來挺長一下 我打開囉 快點快點快點 我吃了 你看 哇 好棒喔 好漂亮你看 各個都很肥美啊 那我可以拿一個起來吃看看 可以可以 你小心燙嘴啊 好棒 你看 大家 看了是不是都 流口水了呢 我現在已經 忽不及待我要吃囉 好經典喔 而且嚼勁很夠喔 對啊對啊 哇 好棒喔 曾大哥說 碩大肥美的馬蹄隔 有非常豐富的營養素 女人吃了可以養眼美容 男人吃了會幸福喔 來到雲林 一定要來吃看看 不吃你的幸福啦 曾大哥 其實啊 我來到雲林這個地方啊 我是有一個 有一個任務啦 是要來找 海底人生王的一個人 所以你知不知道 什麼是海底人生啊 啊 我也曉得 你講的那個 海底人生就是那個 烏魚子 那在海底面 是一種很貴氣的 很貴氣的東西喔 對啊 他還沒有架工 還沒有架工的時候呢 養穿那個像 很像那個 烏魚子 很像人生啊 原來海底人生 名稱的由來 是因為烏魚子的切片 向人生片而得名 米甲 趕快去認識 雲林縣口湖鄉的特色 魚產烏魚子 好吃的秘訣吧 這個是要烏魚子用的 烏魚子 對 哇 好吃耶 聽說呢這個冠軍烏魚子啊 市價必須要花好幾千塊才能夠買到 那究竟要怎麼選購 才可以買到好吃的烏魚子呢 當然就是要一定要找到 我們今天要找的 海底人生王啦 曾大哥說 好像就是這一間耶 趕快進去問問看好了 走 哇賽 欸 這裡好多獎喔 我想呢真的是能夠得到冠軍烏魚子啊 果然真的是不簡單 欸 小姐妳好 欸 先生妳好 請問妳要買烏魚子嗎 嗯 不是啦 但是我想要找一位你們這邊 有一個叫 海底人生王的人 請問她在家嗎 喔 我就是 什麼 你就是 你騙人 你這麼年輕 我從爺爺那一代開始做了 我已經第三代 我姓王 這位小年街 擁有一身製造烏魚子的本領 可是三代家傳的好手藝喔 從小就耳毒木染 想要知道如何挑選好吃的烏魚子 問她就知道了 要買進來的烏魚子 你們要怎麼去分辨說 這樣子是品質比較好的 我們一般去挑選的話 就是會看起來比較飽滿 比較飽滿 像這個就是瘦瘦的 比較飽滿 然後紮實摸起來就是會軟Q 這個就感覺就還滿軟的 然後好像用力一擠 然後裡面的軟整個爆出來 現在手上拿的這個是比較飽滿的 對不對 而且它的那個軟硬度剛剛好耶 對 之前曾經有看過人家在製作烏魚子 然後我知道其實他們會先塑型 然後醃製對不對 然後那個鹽巴好像那個量啊 也要滿注意的 那個是要靠經驗的 靠經驗 因為冬天跟夏天醃製的鹽巴 時間長短不一樣 然後有時候風向吹的是熱的風 還是冷的風 這個都很重要 像我們烏魚子挑選的時候啊 你要注意的是 它看起來就是橘紅 橘 橘黃跟橘紅色 橘黃跟橘紅色都可以 然後你看它後面的雪絲 有沒有刮除乾淨 因為這個雪絲 真的耶 如果刮除乾淨的話 吃起來比較不會有腥味 然後你還可以看它在燈光底下照的時候 欸 透光度好不好 還可以這樣看喔 對對對 看它的透光度 它好有趣喔 就是我們看那個光透進來 是不是 看有沒有很通透 很透這樣子 其實烏魚子啊白白走 這個呢有愛心形狀的 啊這個呢你看 瘦瘦扁扁的乾乾的 這個是不是就是比較 品質比較適等的啊 這也不是品質比較適等 但是它本來形狀就長這樣子 那品質有差嗎 那品質有差嗎 一樣是好吃的 品質決定在於說 它取出來的魚卵 像這個 欸這顏色比較深耶 這個已經是 魚快要排卵的時候 你再把它取出來的時候 它就比較不好了 就太老了啦 對不對 挑選的時候注意它 看旁邊有沒有剩油 這個就油耶 有有的 剩油的話 越多的話就是表示 不是很難 就吃起來口感比較不好吃 對會比較不好吃 對會比較不好吃的 哇王大哥 你也太豪邁了吧 所以要請我吃烏魚子也就算了 你現在倒這個高粱酒是要 這樣是要叫我直接喝嗎 不是 可是我酒量不太好耶 這個是要烤烏魚子用的 烤烏魚子 對 所以這個算是很新的一個 品嘗烏魚子的方式是不是 我們去比賽他們那邊的評審 就是用這樣烤的 王大哥說 將烏魚子烤到表皮有點焦黃 就可以食用囉 這種用高粱酒提味的烏魚子 光是香氣就會讓人流口水囉 好吃的烏魚子上桌囉 你們這邊也可以用切丁的方式 來吃是不是 一般切片是在半桌流水期的時候 師傅在切 切片擺起來比較漂亮 對 像我們切丁的時候 一般家庭主婦就可以用切丁的方式在 對 好 那我就今天一定要來 試試看這種切丁的方式 哇 好吃耶 有魚香 有果香 又剛剛因為有用酒燒烤過 對 又有酒香 你知道這三種香味融合在一起 我真的是堪稱一絕 以前古早吃法可以搭配蒜苗跟白蘿蔔 然後現在最新的吃法可以搭配那個 水梨跟蘋果 這樣味道會比較中和 可以吃到高品質的烏魚子呢 其實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 對不對 難怪啊 烏魚子有海底人生的稱號 真的是名副虛傳耶 對不對 我希望是可以讓大家吃到 可以感動你們的烏魚子 好 今天來到雲林縣口湖鄉 好康的行程報給你知道 早上觀眾朋友可以前往 龍鬚菜生產區 體驗乘著船法採龍鬚菜的樂趣 了解好吃的巧味芽是怎樣長出來的 中午時刻可以到雲林區域會輔導的媽媽家正班 品嘗雲林在地新鮮美味的海鮮風味餐 補充體力與元氣 吃飽喝足後可以參觀全台最大險 馬蹄葛 還可以自己動手DIY用馬蹄葛的哈馬卡 製作成動物造型的手工藝品 下午4點多可以來到湖口濕地自行車道 急著自行車享受悠閒的午後時光 沿途不僅可以欣賞美麗的濕地風光 和豐富的自然景觀 運氣好還可以看見美麗的夕陽喔 老闆 紅色的是什麼魚 鮪魚 白色咧 把它分解啊 赤身跟皮油把它做兩個區塊來處理喔 因為皮油的話一般會有 就是當宰水門的花蝦 都沒有活跳跳耶 因為它在 櫻花蝦是這麼有一點一點紅紅的耶 滾可以放多久嗎 它要放到遠春 蛤 對當到遠春 你來試試看耶 來囉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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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